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公鸡身上四种常见的有经济价值的羽毛 第一种是脖子上的是这种 第二种是靠近两个翅膀中间的 这个是靠近屁股上面那个部位的 这个是尾巴上的 那么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讲 第一个是公鸡脖子上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尺寸有多长 已经6英寸以上15厘米以上 这个都是不是所有的公鸡都能长到这么大 因为长到自然情况下一年多就被宰杀了 而这种是从总机场拿到的羽毛 非常的长 大家可以看一下 6英寸 这个起码要两三年以上的成年公鸡才可以 一般都是总机场用来做总机的 而且还必须是龙氧的 如果散氧鸡的话也不行 看一下 基本上毛花都是非常好的 基本而且还没有砸毛 雪白的 等下来个特写 非常好 好我们第二种 接着讲下一种啊 这种肩毛 就是两个翅膀中间的那个部位吧 大概在那个地方 这个特点就是上面细细的 下面尖尖的 像这种特别特别尖的话 这种一般是用来做羽毛勾用的 很长但是这个数量不会太多 我们来看一下啊 整体的尺寸 你看也要6英寸以上 我们来看这里 看7英寸了已经基本上 这个我们都是人工挑选过的吧 其中的杂毛全部都去除掉了 然后挑选过两次以后 水洗 然后把它穿了线以后 像这个样子 客人可以拿去直接用 或者是自己再染色都可以 我们再来看下一种 这个是靠近 靠近屁股 屁股的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尺寸 这个是个混合尺寸 是吧 最长的已经将近 最长的个别毛要8以上了 因为它靠近屁股 所以有点像尾巴上的毛 长得很长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毛花 我们的毛花 基本上准类 种类都是比较纯的 全是这一类型的毛 没有其他的杂毛 这个会做的比较好 而且白度 大家也能够看出来 比较白 然后这个破损的地方 基本上没有 我们都是仔细挑过 工人挑过两三次的 挑的很仔细的 你看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白的 下边缝纫的是双线 为了便于客人的染色 是吧 这个东西就得比较 你只有比较过才知道 质量和别人有什么区别 可以看一下 我们接着来介绍最后一种 这个是公鸡屁股上的羽毛 这个也是整个鸡身上 最贵的一个部分 鸡尾巴上的毛的特点 就是毛片比较宽大 但是缺点就是这个杆子呢 整体杆子会比较硬 非常非常的硬 你看这杆子非常粗 非常硬 非常硬 好我们来看一下尺寸 当然 尺寸我们可以提供很多种尺寸 可以按照客人的具体要求 我们来生产 这个是6到8英寸的 所有的羽毛 我们都是经过清洗的 上面有鸡份 或者是沙子 石子 泥土块的 我们都会帮你挑掉 这个是白尾 可以看一下 我们也可以进行 把它的头撕掉 比如说 这是一根白尾 我们也可以 丝白尾也可以做 成这个样子 做成这个的话 插在帽子上会非常的飘逸 非常的好看 这个我们也是可以供应的 没有问题 都是白色 可以 可以让 拿去这个羽毛以后 可以进行再次的 漂白 染色 都没有问题 好 如果需要这种高质量 好一点质量的 鸡毛的话 请联系我们 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